各位好,我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吴永卫 欢迎大家学习由清华大学和阿里雍公司合作开设的大数据平台核心技术课程 当前,全球的数据量每年正在以60%的速度递增 而据RDC统计,在2020年,数据的总量将达到40个ZB 很快,我们也将跨入YB的时代 当前,人、机、物三元世界的高度融合 引发了数据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和数据模式的高度复杂化 世界已经进入网络化的大数据时代,也就是Big Data时代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大背景下,从公司战略到产业生态 从学术研究到生产实践 从城镇管理到国家治理,都因为大数据而发生着本质的变化 而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往往是一些临经岁域 缺乏逻辑,需要通过不同的逻辑方式进行集成 融合,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和挖掘 才能得出前人所未知的大价值 因此,如何从大数据中得到大价值,才是关键所在 为了实现大数据的大价值目标 大数据的技术体系通常被分为三个层次 最下面是大数据的采集与预处理 中间是大数据的从储与管理 最上面是大数据的计算与分析 在这个技术体系当中 大数据平台向下需要管理和使用好各种从储介质 计算设备以及各种其他的硬件 而向上需要支持各种不同类型的大数据处理和计算模式的需求 比如说需要支持图计算 流计算 数处理等多种不同模式 数据量大是大数据平台的一个难关 但不是最大的挑战 比数据量大更难应对的是数据的多样性 实时性 不确定性 关联性 意志性 等各种特性 那么如何利用好这些特性 实现大数据的高效从储管理和高价值挖掘分析 是大数据平台的核心任务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每天也都上网 也都使用像谷歌 Facebook这样的一些产品 而谷歌的广告推荐正是基于用户所输入的搜索关键词的 广告的金种营销 而阿里小贷和余额宝则是两个互联网金融的典型案例 阿里小贷利用数据分析进行用户贷款种入门槛和受信额度的审核 余额宝则将社会零散的基金聚集成为可支付的理财产品 这些都是以数据为驱动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这些商业模式均需要庞大的用户规模和网络流量才能得以实现 这就带来了新的技术挑战 也就是大数据的挑战 我们可以再简单看看上面这个例子在数据方面的情况 事实上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被发明前 所有的文字作品总共大约也就50pb的信息 而仅2011年 Facebook就使用超过1pb的空间 重处了4000亿张照片 而谷歌每天处理的数据则超过了20个pb 全球被创建和复制的数据总量 则达到了1.8个z比 而在2013年 仅天猫平台在双11这天 支付宝成交比数就是1.71亿比 这样的数据规模和需求 就要求大数据处理平台软件 需要处理的数据能支撑指数级增长 数据处理的时效性 正确性和纬度要求也在急速的提高 当前分布式系统由于其可扩展 高可靠和低成本等特性 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和新商业模式下 RT构架的常规选择 大数据平台也不例外 主要采用分布式 而大数据平台采用分布式 与传统的高性能领域的分布式 有一点不同 清华的校友曾在谷歌腾讯工作 LinkedIn现在的数据分析师王毅 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到 大数据在处理使用分布式的一个核心理由 是投入更多的机器处理更大的数据 而不是投入更多的机器数据大小不变 计算速度更快 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 传统的高性能计算的目标主要是投入更多机器 计算速度更快 大数据与传统的并行或者高性能计算不同 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能处理更大的数据 下面我们借用一个分布式的例子 来看看分布式系统有哪些挑战 这个例子中的每个人假设是一台机器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相邻的两只脚孔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集群 目标任务就是大家一起向前走30米 当然如果能走得快就更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第一个挑战就是同时性的相对性 什么意思呢 孔绑在一起的两只腿需要同时向前移动 而不同的孔绑组设计到不同的人会形成相互之间的牵绊 因此一个人不能同时卖两只脚也就是会影响到其他人 另外每个人的速度和加速度不同也会形成牵绊 因此大家一起协调好就非常重要 任何一个时刻不同的人或者机器确保自己的工作按时完成 且能和大家保持一致非常重要 第二个挑战 难免会有人摔倒 就像有机器会坏掉一样 这时候怎么办 也就是如何融灾如何做到在一个人摔倒的时候呢 其他的人不受影响还能继续工作 而且这个人的工作还有人能够接替完成或者此人能够很快的恢复继续工作 第三点的挑战呢来自于每个人或者机器的不同带来的困难 每个人的身高腿长性别运动技能以及适应性都不同 就像不同的设备的CPU网络内存硬盘等都可能不同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如何能保持一致 而且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为团队做出贡献就显得格外重要 最后呢动态环境下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比如说地面不平整 地上有石头 天上会下雨等等都会造成各种不确定的意外发生 就像机器可能会断电掉电 网卡会坏掉 硬盘坏了等等都会常态的发生一样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或者在发生了的时候如何自动调整 等都是分布式系统需要面临的挑战性问题 大数据平台面临的问题总结一下 包括如何实现在线事物处理的同时 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并发性处理的性能 如何针对不同的大数据处理分析查询等需求 进行有效的从储组织布局和优化 第三在保证大数据系统可靠性的前提下 如何减少从储和计算开销 第四针对特定类型的大数据 如更新平凡的时序图数据 如何有效的进行数据的从储和处理等 第五如何针对复杂的大数据处理工作流 选择合适的底层从储设备和系统 以达到性能和从储开销等的一个最优化 等等等等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而现在的各种开源的相关的大数据平台和系统 也有很多像这张slide所展示的 有Hadoop、Spark、Storm、Giraffe、Ocean Base等等 对这些现有的大数据系统 我们进行一下分类 可以简单分为五类 分别是分布式文件系统 半结构化数据存储系统 大数据计算框架和编程模型 图计算和机器学习系统 和LakeSQL查询系统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分类 这个分类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不一定完全正确 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 每一类都有哪些系统 分布式文件系统 包括了大家所熟知的HDFS 支持Fuse接口 相对轻量级的MOOSFS 高性能无单点失效的文件系统Safe 以及淘宝文件系统TFS 它适合于小文件存储 兼顾了可扩展性、可用性和性能等 半结构化存储系统有 Hadoop平台上的基于BigTable实现的HBase 跨地域的分布式数据库Spanner 高可扩展的分布式KeyValue数据库Dynamo 可在一致性和性能之间 权衡和调节的Consandra 以及支持关系型数据查询的 分布式数据库AwesomeBased 计算框架和编程模型 有Hadoop上的MapReduce 支持环式数据流和内存计算的Spark 而Dryand支持用有向无环图表示人物间的依赖关系 提供了比较灵活的编程语义 适合流式数据处理的Storm和数据流计算引擎 Niad等 图计算和机器学习系统有Hama 分布式计算框架Giraffe 异步图计算框架GraphLab 支持类数据库查询优化的分布式机器学习系统MLBase Hadoop上的机器学习框架Munhot等 LeSQL的查询系统则包括了Haw Shark Dry the Link Dremel等 上面的现有开源大数据系统介绍 大家就会发现 现在有很多大数据相关的系统 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用途 不同的特征 不同的优势和缺点 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应用选择合适的系统 就成为一个问题 我们通过一个选择的例子来看看 为了避免单点故障 通常可以利用数据冗余来提高可用性 然而多份数据副本会导致一致性的问题 而为了解决一致性问题 又会带来性能瓶颈 同时为了应对数据规模增长 还需要进行数据分区 而解决带有分区的一致性和性能问题的难度 就会进一步增加 因此这就成为了一个找平衡点的问题 那如何找平衡点呢 事实上平衡点与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的业务需求是什么 性能需求是什么 是三秒钟完成还是三十分钟完成相关 综合考虑你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即解决该问题的实际性能 规模可靠性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找到一个平衡点很重要 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没有最优的技术 只有最优的选择 以应用为出发点 做好最优的选择很重要 别人的选择未必适合你 你的选择一定要有理由 那么我们这门课程就选择阿里大数据平台为一样板 进行大数据平台核心技术的讲授 每个部分的内容都请阿里云的技术专家为大家讲解 这张图给出了阿里大数据平台的模块图 包含了很多内容 非常完整 在下一讲会重点讲解 我就跳过 简单的说 这门课程将介绍分布式系统的基本原理 设计初衷和实现细节 介绍如何用分布式系统解决大数据处理的问题 覆盖了多种数据处理的场景 横向比较各个领域的开源系统 讨论同类系统的区别 以及区别产生的原因 课程强调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通过实践解决分布式系统实现 和数据处理领域的常见问题 这是该课程的安排 前面四周主要讲授 阿里 Odps开放数据处理服务 分布式重处 资源管理与任务调度 分布式编程模型 第五和六两周呢 讲离线分布式关系型计算 和全局数据管理与调度 第七八九三周讲 留计算的系统设计与实现 内存计算和分布式机器学习平台 中间有三次实践作业 我现在讲的是这门课的开篇 后面的内容呢 主要都是阿里的剧鼠专家 为大家讲授 希望大家能够有收获 谢谢大家